欢迎收看由微信TV所播出的围棋零记录教学 我是夏之飞 今天我们来学习棋子的作用 在下棋的时候 如果可以明白自己棋子发挥了什么作用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前段时间有棋友也说了 说是棋下到中间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下了 很多棋子也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 如果我们慢慢去了解了棋子的作用以后 就可以知道棋子下在这边能干什么 前段时间也是看了杨又嘉老师的书 然后这边去说了一些棋子的四种基本作用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种作用 棋子的第一种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围空 现在这两颗黑棋通过死亡线的帮忙围住了脚上的空 在这边都是黑棋的空 白棋如果想往近跑的话呢 走在这边 想要破坏黑棋的空的话呢 黑棋可以不让对方进来 走在这边 那这样的棋子呢 它的作用是围空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围空式墙 就像做一堵墙一样的 不让对方去破坏我们里边的空 那么如果白棋呢 从外边这边继续去想要破坏我们的空的话呢 想强走我们的空 我们可以继续来做墙 不让对方进来 那这堵墙呢 就挡住了这个棋子 如果白棋走在这边的话呢 黑棋可以继续做墙 这样子的话呢 它呀 就可以保护阿兹的空 所以棋子的第一个作用呢 是围空 我们也叫做围空式墙 我们来看一下棋子的第二种作用 棋子的第二种作用呢 就是包围对方的棋子 就是围子 那么在下棋的时候呢 现在黑棋的这颗棋子 包围住了这两颗棋子往这边走的路 这颗黑棋呢 挡住了这些白棋往这边走的路 那么接下来呢 黑棋再走一步的话呢 就把对方给包围住了 那这三颗棋子的作用呢 就是围子 把对方的棋子包围住了 这样的棋子呢 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做围子是网 就像做一个网一样的 把对方包围住了 对方跑不出去的话呢 我们的棋子都发挥了作用 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被包围了 现在呢 白棋这两颗棋子呢 被包围住了 如果呢 想跑 从这边跑 是出不去的 会被对方给挡住 在这边呢 也是跑不出去的 也会被对方给挡住 所以呢 现在这个棋子呢 就一定要快跑了 怎么跑呢 就是逃出对方的包围圈 比如说像这边 快快的跑出去 这样子的话呢 对方这边就把你包围不住了 这个地方呢 又有新的方向了 可以往这边跑 还可以往这边跑 那如果不跑的话呢 会被对方从这个地方挡住你 那现在呢 白棋如果再想跑的话呢 很可能就会被对方给包围住 包围住的棋子呢 就有危险了 所以啊 现在像这三颗棋子呢 就是被包围的棋子 我们取名叫做 被围是鱼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种 在下棋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情况下 会下一些什么作用都没有的棋子 这种棋子呢 基本上被称之为肺子 像这个地方呢 白棋走在这个地方 想要把自己连起来 这边呢 其实是不需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黑棋呢 往这边去走的话呢 那么白棋呢 可以把对方挡住 自己的棋子呢 依然可以联络的非常好 所以呢 像刚刚这边这颗棋子呢 就是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的棋子 我们下棋呢 如果想赢啊 就要让自己的棋子 发挥出更多的作用 比如说下在这个地方呢 这些棋子可以围住里边的空 那棋子的作用呢 越多就越容易取胜 如果呢 肺子比较多的话呢 终于失败了 所以下期的时候 还是希望您 能够多多下出有用的棋子 啊 好的欢迎进入我们的市场环节 这盘棋呢我是黑棋 对方呢是白棋 那这盘棋呢也是希望这个棋子能够多点作用 这样比较容易赢啊 好现在呢我往这边去走棋 然后呢把对方这个呢挡住不让他过来 这边有可能就会变成墙能够回到地盘 好走这个 现在呢如果往这边走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包围住了 对方也是往这个方向走想要连起来了 那我就走这个吧 好对方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如果我扳的话 嗯也是可以的 这样子的话呢对方如果断我的话我可以把它给争吃掉 好这个棋呢我可以选择接住也可以选择往这边退 这个走到这边的话呢也可以保护断点 这样子的话还能多为点地盘 所以这个可能会好一些 好这边呢这个棋 我暂时也是先不管他了 我往这个方向走走吧 看看能不能抢到这个脚里边的地盘 对方比较强 我这个棋呢比较弱的时候呢我需要把自己变强 那变强有两个方向可以往下面这边走 也可以往右边这边走 走这个的话呢更方便我连起来 所以我走这个 好对方走在这边了 现在呢可能已经识破我的意图了 我想在中间让这些棋子呢划成一条线为到地盘 对方也是这个没理我呀 好往这边继续走起 然后把这个地盘围起来 这边还是蛮多的 凑好一道墙不让对方进来 好继续来做墙 好对方又往这边走了 我现在隐隐感觉到上边这个棋子有危险啊 好我这个也是表示 不能忍啊 这个也要把它断开 这个棋跑进来以后呢 这个地盘都没有了 对方要吃我这个棋子 这个子不能给他吃 一定要跑 再跑 好再跑一步 这个棋子变得非常的危险啊 那怎么办呢 那走在这边 把这两个棋子吃掉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 才能把这四个棋子救出来啊 要不然就被吃掉了 好往处跑 对方呢 走在这边 想要吃我的几个棋子 我从这边打吃的话呢 是一个接不归 可以吃掉这三颗棋子 先把这个跑出来 不让他跟这个连起来 那这个脚上这三颗棋子呢 现在已经悄悄的变成这个鱼了 好继续往这边走 不让他连起来 对方要吃掉我 这个 不能让他连起来 这个 还是不能让他连起来 对方吃我 先吃掉这三颗棋子 现在脚上这几个棋子呢 就变成鱼了 嗯 已经被包围住了 当然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就是上面的这个棋子呢 已经 这个光荣牺牲了 这个 被对方变成了这个鱼 快被包围住了 好 对方往这个方向走齐的时候呢 嗯 然后呢 我往这边走一股棋 不能让他作火 要不然的话呢 对方就有两个眼 好 往这边走齐 好 这个 走在这边 对方在这边做了一只眼 然后这个棋呢 我也是暂时先不管了 上面的几颗棋子呢 我现在要把他连回去 走到这边 假装要吃这颗棋子 但实际上呢 是不让对方过来了 做成一堵墙 对方也是 走到这边了 那我就 把这个棋子吃掉好了 对方这边这个棋子呢 就相当于我们刚刚说的废子 因为这个棋子呢 它并没有发挥出什么作用 去吃了一块跑不掉的棋子 所以呢 这个棋的作用也是比较小的 好 那我这边也是走一步这个棋 慢慢呢 做成一堵墙 把这个地方围起来 对方走在这边了 现在呢 他想在这个里边做成两只眼 那我就走 这个 把对方挡住以后呢 这个棋 对方从这边过不来以后 这个里边就是我的地盘 好 这边这个棋子 他选择跑了 那我就往这边继续走 然后这个棋 是连起来了 那这边这个是跑不掉的 但是我也不能让他跑吧 嗯 可以吃掉这个棋子 也能把这两个字救出来 好 吃掉这边的这颗棋子以后呢 这个里边的三个棋子也死掉了 好 对方走在这边的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 他有可能可以做成两只眼来 那我也是 先把对方挡住 不让对方往这个里边走 这里边呢 也可以做成一堵墙 味道一些地盘 好 继续往这边走 好 把对方挡住 继续来做墙 来围住里边的地盘 嗯 薄化他的棋子 好 这边的这个棋呢 我决定 往这边走 继续来抢一些地盘 嗯 然后呢 可以往这边 再走一步 好 对方也是保护好了 这个棋呢 这边可以走成一个打结 什么是打结呢 就像这个地方呢 接下来 对方如果走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就可以吃掉对方了 好 对方走在这边的时候呢 现在我只有一口气 可以吃掉对方 那这个棋呢 如果对方从这边走的话呢 是不能走的 我可以直接把它吃掉 对方走在这边的话呢 他也是 这叫做找劫财 那如果我在这边跟着走的话呢 他就可以马上吃回来了 吃回来以后呢 这个地方我是点不掉的 因为这边呢 现在呢 这个形状是禁止同行重现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也需要找结材 找到一个他必须理我的地方 比如说我下在这边 对方也是不理我了 这个地方呢 他不在这边打结 这步棋呢 让这个结变没有了 这叫削结 这个以后我们也会详细去想到的 好在这边呢 既然对方走在这边了 我就走这个 把这个棋子吃掉 吃掉以后呢 现在这几个棋子呢 就是鱼 他现在呢 没有两只眼 所以呢 他得连起来 好 我也是把这个地方挡住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地盘就围起来了 这个墙就围起来了 对方走在这边的时候呢 他也是在做墙 不让我往里边去走 然后呢 我往这个方向走一走 看他保护这个端点呢 还是这个端点 对方保护了这个端点 那接下来呢 这个棋 我也是 算了 放他一条生路吧 往这个地方走 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把上面的地盘围好 对方也是看到端点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把双方挨在一起 还没有走完的地方 走完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这边呢 可以搬一个也是可以的 刚才走错了 点错了 那在这边呢 现在对方挡住这边了 然后我看看 还有这边 双方 他是活鸡 我也是活鸡 把这个口封住以后呢 就算下完了 好 把这个口也封住 不让对方进来 现在呢 还有一些地方 对方走在这边的时候呢 吃掉吧 把这个也吃掉 还有一些口没封住 比如像这个地方 我走完以后呢 我这边可以乘一木棋 可以继续往里边去强一点点 还有这个地方 这个也是一木的 对方走在这边 那我就连起来 我在这边不跟他打结了 好 对方走在这边 那我现在呢 走这个 好 连起来 这边其实 这个也是 没有用的棋子 因为走在这边的话呢 这个 没有让自己的地盘变多 甚至让自己的地盘 好像变少的样子 所以呢 我是走在这边 因为这个地方 我不能下 会被吃掉 对方走在这边的时候 我把这个棋子给吃掉 那这样一盘棋 也是下完了 还有最后一个地方 在这边 对方也是看到 这个单关了 还有这边 这个眼睛老看错 好了 这两个单关收完以后呢 这盘棋就下完了 接下来呢 我点申请暑期 这是要轮到我下 才能申请暑期 对方申请点幕 对方点幕了 在这边的话呢 这个棋 请标记 等待对方把 私子确定一下 好 对方也是点掉 这边的私子 还有这边的私子 那这番棋呢 也是下完了 嗯 那在下期的时候呢 我们尽可能让他的妻子 变得作用多一点点 就容易获得胜利 好了 感谢观赏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